孙丽邓超两夫妻 所以最开始邓超追她的时候她是非常迟疑的,在采访中她也多次提到,当时真的没有做好接受一个男人追求的准备,而最后孙丽还是接受了邓超,并且嫁给了她,而直到这几年,很多人才看明白,为什么孙丽愿意嫁给邓超,女人是需要安全感的,而孙丽这样的女人更是如此,邓超给了孙丽安全感,不但是家庭还有事业, 这样的安全感不仅来自邓超本人,还来自孙丽自己,由此孙丽看起来总是自信满满,家庭方面,邓超对孩子是非常关心的,虽然这几年忙于事业,但是对于孩子却从来不曾忽视,而除了孩子,对于孙丽她十年如一日的穷,给孙丽过生日,更是几个月前就开始提醒自己,从两人结婚到现在,邓超还真的从未忘记, 不忘记过孙丽的生日,不但记得,而且每年还要带给孙丽生日不同的乐趣,两个人工作忙碌,却会如约定般放下手头上的工作,空出一段时间去配自己的孩子,夫妻俩经常带着孩子旅行,邓超的不缺席,同样是她认真给孙丽安全感的表现, 事业方面,孙丽嫁给邓超之后,邓超从不要,求孙丽从此引退娱乐圈或者当家庭主妇,相反,她支持孙丽继续拍戏,宁愿协调两个人的工作时间,也从不要求孙丽放弃工作, 因为后来孙丽因真还转爆红,现在已经是收拾有力的号召者,自己本身的事也不畅,也是孙丽嫁给邓超之后源自自己的安全感,更有甚者,邓超还会下意识的为自己妻子争取好的资源, 比如带着妻子演电影,这次引发合作也是打实,表示夫妻当同样给力,邓超给了孙丽很大的工作空间,反而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加稳定,邓超本人呢,笑编也是佩服的,努力拼命,为了拍戏什么都可以坚持,拍戏爆受到孙丽都心疼,有自己的事业心,偏偏本人还很逗比,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, 想必是非常有趣的,他会逗你笑逗你了,却又会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足够强大的保护,但如今,孙丽威可选择邓超,邓超已经用时间做了最好的回答了。